全臺灣都在關注馬祖博弈總統 結果出爐了 最後以四百多票的差距通過 馬祖人多數都同意開放博弈事業 也就是說馬祖將成為臺灣第一個 設置賭場的地方 提著行李 頂著艷陽 馬祖鄉親回來了 如此千里迢迢返鄉 為的就是這次 攸關馬祖未來的博弈公投 代表我們馬祖的心聲 廉價縣長楊衰生 今天也帶著高齡八十多歲的母親 前往投票 對於推動博弈公投 也讓他飽受輿論壓力 對於這樣的意圖 知道他必定有不同的意見 不管結果怎麼樣 要接受多數我們下去的選擇 是不是要在馬祖設博弈特區 民眾意見兩極 那馬祖要發展觀光 還是有許多問題要面對 馬祖還是有這樣教訓 對於我們還是要有 對 所以我們博弈的建議 我們都還是要去 每一個人在地的馬祖 都要為馬祖繼續訴訟的 卸下戰地色彩 馬祖也要拼觀光 只是博弈公投雖然已經通過 但是博弈法草案 卻還沒進立院 看來馬祖想要發展成博弈特區 可能還要再等一等 聯合報莫祥節 馬祖報導 馬祖博弈公投確定過關 我們也立刻為你電話連線 人在現場的記者 孟響傑 響傑 是 主播 是 當地的居民和商家 知道這個結果之後 他們現在的反應是如何呢 其實這邊的民眾跟商家 其實反應相當兩極化 那主要是商家大多都支持 贊成的這個態度 因為就是長期以來 馬祖以前是戰地 造成他的漁業沒落 可是後來就在 隨著戰地任務解除之後 那漁業已經沒落了 結果本來是要靠國軍的資源 來過生活的民眾 在這方面的資金也沒了 然後所以造成說 他們其實整個商業 非常的蕭條 也幾乎沒有觀光旅遊業 甚至商家要做生意 他要調貨的時候 那馬祖一年之中有半年 是處在物際 颱風 跟東北颱風之間 甚至那個交通是嚴重 甚至調貨都調不到 所以造成說 很少有人願意來馬祖遊玩 所以造成說 商家這邊生意非常非常難做 但是對於一般民眾來講 因為他這邊民風是比較純樸的 也長久以來 他都是說是比較 觀念比較傳統的民眾 他們就認為說 講說博弈通過之後 蓋了賭場 可能會造成小孩子 未來的道德沒落 不願意念出的預言 也就是當合觀 甚至說成年人 因為受不了賭場誘惑 每天留在賭場裡面 而不管了家庭的生活 所以這個部分 其實民眾在投票的時候 其實也是出現一種 兩難到心裡在掙扎的情況 真的是兩難喔 不過主要還是因為 觀光上面是慢慢的蕭條 所以也造成這一次是過關的 不過我們想要問 這個正反雙方呢 和預期這個投票是差了多少 而在這個現場呢 是不是有大規模的動員 有沒有衝突發生呢 在這個這次投票結果裡面來看 這個同意票 就是總共是1795票 而反對票是1341票 再次相差了454票 那但是說其實 以馬祖的人口數來講 其實這樣差450票 已經算是差距非常非常大 而且因為他這次投票率 只有大概四成七六左右 那大多是因為說 民眾其實會覺得說 這個賭博的議題 他們不願去正確表態 因為他們是很兩難說 我到底要不要支持這樣子一個 可能會帶來收入 可是又可能會帶來 道德莫入治安敗壞的問題 這樣一個根源 所以他們整個投票率並不是很高 但是我們從這邊來看 同一票跟不同一票 大概比例是57%的43% 那比較有趣的是 在2009年澎湖博弈公投的時候 他得票數也是57%對43% 可是是反對票占57% 所以這次是完全倒轉過來 是一個相當有趣的現象 那至於說在整個投票過程中 其實兩邊都有傳出說 有相互動員的一個狀況 可是從台馬輪 還有說今天架開的和副輪 這樣子的醞釀來看 其實兩艘船 都還有很多空位 所以其實並沒有很明顯的 一個大規模動員的一個狀況 那至於現場風土 可能是一些版主團體 他們想要去做一些 就選舉觀察的時候 那可能遭到警方的一些制止 然後希望他們不要太高興 甚至說質疑他們是不是要來左右選舉 然後在這邊繼續做宣傳 是違反了選拔法規定 雙方是起了一些口角上的衝突 但是並沒有說很明顯的一些流血 或者說是推擠這樣一個狀況 那像現場的民眾啊 真的就比較反對的民眾 是不是有在現場知道這個消息之後 非常的生氣呢 其實生氣的狀況 有些人是非常非常憤慨說 為什麼大家要為了一個 可能賭這個財團 他開出好未來可能一個月有8萬塊 這樣子一個回饋金 但是你可能看不到吃不到 大家為什麼要相信這個 所以他們是很憤慨說 為什麼要讓馬祖一個 可能未來深圳環境 文化生活可能遭到破壞 而去同意讓財團進來開賭場 當然也有很多民眾是很失望說 這樣子他們不曉得以後 要去怎麼教育小孩子說 你做人要腳踏實地 不要向前看起 所以這樣他們的心理上 其實是有這種無奈失望 跟生氣夾雜的一個 非常複雜的情緒 是 所以現在公投過關 也就是要考驗 中央政府的行政效率了 我們也謝謝翔傑 帶來最新現場的消息 謝謝